律法很容易出的 先有的情況 有人說出 有些教導說 受洗會有攻擊 受洗之前會有攻擊 所以怕現在會不會發生 我們其中一個人說回應 我就說你回應 他回應的時候 你聽話,你遵從神,處理生命 你就沒有攻擊 他一開始 很自然地 我問他 你覺得是因典的律法 他就知道 你做甚麼 這不是錯的 我沒有說是錯 不過可以先說是因典 因典是甚麼呢 神是全能的 魔鬼在腳下已經踐踏 蛇龍蠍子,他將這個權兵給我們 我們是有權踐踏蛇龍蠍子 斷沒有有甚麼能害你們 所以我們有這個權兵的時候 我們相信 耶穌的大能,神的大能 一定臨在我們身上 講了神的恩典,他很憐憫 他不會由得 一個人不斷被魔鬼租賊 不斷傷害傷害 由得你傷害,你傷害到底 尤其受洗,你受洗就是傷害 傷害他 神會這樣做 神總是憐憫 還有他有能力 那我都會講如何 那如何呢 因為聖經講到魔鬼會偷殺 所以我們親引殺 又處理生命的垃圾 所有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被人影響 這些處理了 我們就不需要受影響 就不用怕了 都有人告訴我 你經常宣教 又經常講邪靈 你會魔鬼攻擊的 那我就覺得 聖經說 你去做我吩咐 我就常與你同在 直到世界沒了 為什麼魔鬼這麼厲害 比耶穌更快 所以我就覺得 這就好像不是 依靠耶穌 不是相信神的大力 我都會講處理生命 即是有些罪 那些會停 即是我們很容易就說 你依靠神 你做這些 但我未講之前 我一定會先講恩 OK 沒有人有問題 例如你的小組 討論到 幫人那樣的時候 用恩典 因為這不是一個容易的習慣 是要時間的 有沒有人想問 先講恩典 就是說 神已經在永世描輸我們 他定義拯救我們 神的計劃不是傷害我們 是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 而神有個很奇妙計劃 如果講到 建立人的靈異 神剛剛給了一個疑念 神有條路 我有個比喻 譬如有個有錢人 他生一個兒子 他會做什麼呢 我兒子 我為他預備什麼呢 那間學校 什麼老師 補習老師 將來什麼什麼 甚至有些 甚至會這樣 和他定親 現在可能不行不通 定親 我找個最對的 那個呢 將來什麼都預備好了 我處定了多少錢去幫他 這個人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人的計劃往往失敗 因為人是不能夠存 擔保這個人不能夠好 但是神就不同了 這個對比 對比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讓人看到神的恩典 但是對比之下 神有個很奇妙計劃 他也都有能力成就 即是說 有時候有錢好 或者有好有才幹 他自己讀書很厲害 但是他幫不到他的兒子讀書 因為兒子沒有心意讀書 但是神呢 他有能力幫到我們 提升我們 他又預備了所有的資源 去提升我們生命 那 那我就會問那個人 那你喜歡走自己的路啊 因為神為你安排了 你相當上他是全能的 他是愛你的 你走他的路 你覺得會不會很穩陣呢 他一定將最好的給你呢 那我都可能說出一些人呢 他就認為這樣 神的路當然是悶啊 神為你預備配偶 是那些好牛逗那些的 即是呢 哎呀 真是回教堂的牛逗 就坐在那聽道那些 就是你預備那些人 即是他覺得呢 神就是悶的 所以呢 行神的路呢 就是很沉悶的 那些 那些傳道的人 那些人都濃濺濺濺 啊 呦呦呦呦呦 你走神的路就變成呦呦呦呦 那這其實是一個錯覺來的 神是很活潑的 你看那些赵子很活潑的 其實呢 就算跟耶稣的人呢 有些人很開心很開心 但有些人就很偶舊的 那所以呢 神的路是開心滿足的 那條婚姻呢 是你開心得不得了的 那條路是滿足到不得了的 那你想走神的那條 這麼有豐富 有創意的路 還有能力的 有擔保的 就是你聽神話一定祝福的 因為下一條我靠自己 我們有沒有擔保呢 你想走哪條路呢 我都是盡量在恩典裏鼓勵他 而當你一親近神 開始就說一親近神 哇 有平安 就是神陪著我 一親近神有力量 就是神陪著我 我總是會好自然地 在每一個部分都要講出神的恩典 神的幫助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既然祈禱有平安輕鬆 所以神會繼續幫助 所以我可以放心 這條路一定是為我們開路的 為哪 patch 你想要圈嗎 還是為了 不往往的梅庭 鑲內 解開黴 然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